台湾海集会董事长江秉昆接受东南卫视独家专访 解读ECFA签署后两岸经济发展新动向 不只是台湾经济发展历史上 也是两岸交流历史上重要的里程庇 台所谓最高院台定客人组查后贬加资产违反规定 五亿新台币资产可能减动 大陆美女画家下达底台交流 童言貌美成媒体焦点 如果能够睡觉的话 就是最好的保养 画漫画的人都比较宅吧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保养 各位周末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舞报 中午的时间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新闻 两岸签署ECFA迈入经济发展新时代 台湾方面的主要推手之一 海集会董事长江炳坤 昨天在台北接受了东南卫视首席驻台记者叶清林的专访 为我们解读ECFA之后的两岸经济发展动向 我们来看台北发挥的报道 两岸签署ECFA迈入经济发展新时代 今天向台湾海集会董事长江炳坤 接受本栏目驻台观察员叶清林的独家专访 认为ECFA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江炳坤在专访中表示 他多年观察世界经济区域整合的趋势 一直担心台湾经济被边缘化 现在ECFA的签署是台湾经济融入世界经济跨出的重要一步 对台湾来说没有两岸的和平就没有经济的繁荣 要追求两岸和平的只有靠国民党执政 那国民党要赢得选举靠台商 江炳坤认为台商在大陆平稳顺利的发展 是有利两岸人民的事情 为此江炳坤透过多种途径关心大陆台商 现在我在海集会也经常要写信给陈会长 目的就是个别台商遭遇的困难 透过这个管道来解决 那么我这样做的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 台商在大陆能够顺利发展 对台商也好对大陆也好 第二点也让政府的协助台商的这种事情做得好 将来会继续来支持国民党 海集会董事长江炳坤一直坚持 台湾的未来在大陆 他认为台湾和大陆是紧密联系的联体 因不可分割 两岸和平发展之后 我们应该好好来推动两岸的这种企业的产业的合作 共谋中华民主的在全世界能够再度的扬民 这是共同的演员 再来关注台湾年底五都选举的相关消息 在台北市部分 民调显示国民党的郝龙斌和民进党的苏贞昌的支持率陷入胶着 为了拉抬郝龙斌的人气 马英九昨天特别和郝龙斌一起视察台北郊九转运站 夸赞郊九转运站的规划令他大开眼界 就是要提醒外界注意到郝龙斌在台北市的市政成绩 视察台北郊九转运站马英九和郝龙斌并肩走着 东桥桥西看看 看到集合市住宅规划很满意 还有自行车专用区 就在好苏卷行警方的敏感时刻 马前市长说什么 当然也要帮好市长拉一把 我用手指的这边 我说要把这边开发出来 人家说你在说梦话 还有人说 这家少年今天不知道 阿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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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 我就说你看有什么人来伴 也是马英九来伴 阿伯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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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中市政本来就是应该像我跟马前市长一样 一棒接一棒 马好共同宣扬前后任市府团队政绩 强调市政要同党才会延续 拼任同也拼选战 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以五党级身份参选高雄市议员 但是现在他却深陷召际风波 就在人们质疑陈志忠迟迟不提告 是为参选高雄市议员博板面的时候 昨天晚间陈志忠和妻子黄瑞靖到台北出席活动 同场合的还有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 不过两个人一前一后到场完全没有互动 气氛很尴尬 媒体团团包围秩序混乱 问题还这么辛辣 陈志忠面对招季仪云选择讲自己要讲的 那他的用意无非就是不希望志忠来参与这场选举 如果存有这种想法 那他们是大错特错 强调幕后有黑手操弄召际传闻 残惠带着老婆黄瑞靖出席 拜票争取支持握着手没停 晚了半小时出席的台北市长参选人苏贞昌 隔了五六桌的距离互动等于零 致玩瓷就快闪 已经站立准备打招呼的程序中 被晾在一旁 有人巧妙避开铜牌尴尬 也有人寒冬送暖 握手敬酒统统来 待到餐会最后一刻 人情冷暖 恐怕才让他点滴在心头 台特征组去年先后查扣 陈水扁家在台湾的 包括存款房产等资产 为此陈水扁的妻子吴淑珍 对其中的近五千万新台币的 财产部分提起抗告 台所谓最高法院 22号以不服程序为由 驳回了吴淑珍的抗告 但是也裁定 台特征组查扣陈水扁家资产 是违反规定的处分 财产几乎全被特征组扣押冻结 吴淑珍气愤喊穷 抱怨检察官没人性 让他没嫌妇看护及医疗费用 不如判处死刑 因为包括吴淑珍名下定存的 八百万新台币 陈志中一千零三十万定存 即市价约两千四百万元的股票 还有黄瑞进的一千零八十万元新台币 总共五千多万财产全被查扣 但现在台所谓最高法院裁定 特征组是违法扣押 台所谓最高法院指出 案件已经进入审判 检察官就没有扣押贬家财产的强制处分悬 台特征组去年先后查后 陈水扁家在台存款房产等资产 陈水扁之期吴淑珍向台高院提起抗告 申请撤销 台高院二审于2010年1月13号 还裁准发还四百多万财产 这同样被台所谓最高法院认定为违法裁定 同时台所谓最高法院 以不符合程序为由驳回吴淑珍的抗告 特征组表示 等收到裁定书后再进行检讨 暂时没有响应 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在台北演播室的台湾时事评论员张有华先生 张先生 针对贬家庞大的资产话题 我记得前不久美国方面才大动作打官司 要查扣贬家在美国的两处房产 但是现在台湾的法院却认为 台特征组不该查扣贬家在台湾的资产 那么您对于法院的这种裁定怎么看 好 关于这个问题 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角度 第一就是当台湾的特征组 他起诉陈水扁 然后一省二省都已经判下来的时候 这个时候他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 就是说你有没有办法去证明说 陈水扁所有的资产都是账款 那换句话说 他有些资产是账款 你有些资产他不是账款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台湾的特征组你就必须要依据你审判 有法院审判 他不合 并不符合清联条款的这些款项 就是一般我们讲的叫做账款 你要把它给割裂出来 那第二个呢 就是台湾的相关单位 他对于特征组说 你必须要使他攻防对等 就是说换句话说 在三省没有定验之前 在一二省虽然出来 但是那个是笼统的解释 你没有办法证明他的房产是用账款买的 你就不能够查扣 这是第二部分 那第三部分 你就必须要用美国的方式处理 美国先先行宣布说 我要查扣这两栋房产 好 他必须要依据你查扣的原因 你上诉到法院去 然后由法院来裁定说 这一些东西那你应该可以查扣 然而台湾特征组刚刚好是倒过来 所以那我觉得相关单位之所以批驳 所谓的特征组 你查扣的违反规定 但是他没有说他违反法令 就是说你违反规定 主要是你的程序没有补强 如果程序你补强的时候 我相信这一些问题自可迎认而解 另外您觉得台所谓最高院的这个裁定 会对扁案的后续审判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最高院的审定 对于扁案的处理 对阿扁是有利的 那换句话说 最高院他讲的是说 如果你身为执法人员 连法定的程序你都不遵守的话 他们认为说这种证据是薄弱的 好 这个是最高院的所谓的法律上的见解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最高院的裁定下来 我想特征组他依法必须要提抗告 就是告诉你我查的这些市政的的确确都是一个事实 除了一二审判决以外 未来的三审 因为你必须还要用这一些证据去说服最高院 说这个的的确确是阿扁的账款 所以最高院的裁定对特征组是压力 对阿扁也开了一个巧门 好的 谢谢张先生的点评 我们稍作休息 接下来进一段广告 好的 欢迎继续关注东南卫视海峡五报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日前爆发的 法官和检察官收贿案的后续消息 因为涉嫌贪污而被收押的法官蔡光志 助理黄赖瑞珍 还有法官李春蒂 日前向台高等法院提起积压抗告 希望能够争取重获自由 昨天台高等法院在审卓之后 认为被告对司法形象之伤害甚深 因此将抗告驳回 还罕见的家住 不得再提起抗告 7月14号 法官蔡光志李春蒂走进台北开守所 司法微信从这一刻起乌云罩顶 一个星期过去了 检调齐逊几名在押被告 到底有没有收受贿赂 我们也收起了 跟你否认的哦 对 四位司法官坚持没有做错的事情 其中李春蒂 蔡光志和他的情妇黄赖瑞珍 不服羁押境界日前提起抗告 但高院法官认为 关键人物何志辉仍然在逃 恐怕有串供灭正的疑虑 再加上他们严重破坏司法形象 财定驳回 而且还罕见的家住不得再提 被昔日同事打回票 这些落难司法官要脱离看守所 恐怕还得再等一等 社会疑云一天不理清 何志辉一天不到案 敦苦劳的日子就还得继续下去 在台湾民众买房子通常也会 一并买到室外的一大片雨遮 不过有民众抱怨说 根本没有用到雨遮 却要计算在房屋的总面积之内 这引发了台当局的重视 台行政机构负责人吴敦义 还痛批建商收钱太多向土匪 台内务部门跟进眼拟 雨遮不登记所有权 结果民怨或许得到了贫富 但是建商却很不满 规划中的方案也传出 还得再商量 赶紧澄清不是喊咖 不过原本像这样厚厚宽宽的雨遮 根本在室外 笑算进房屋评数里 雨遮价格还跟室内评数价 一样贵 引爆民怨 台监察机构进入调查 当时吴敦义还痛批 雨遮一瓶五六十万新台币 又不是土匪 之后台内务部门引你 雨遮不能计算在房屋平数里 希望降低房价 建商气到跳脚 群起反弹 强调新型雨遮其实在室内也有功能 像我们这个的雨遮 深度我们可以深度可以做到一米 这个高度不能超过一米 所以可以收藏一些东西 收藏一些东西 这是雨遮 所以雨遮事实上是有物权 是可以使用的 当然我们要给它登记 雨遮你们会开多少钱 我想大概是有六成或是七成 建商向吴敦义沉情后 结果雨遮不登记所有权的银翼计划 硬生生被喊咖 吴敦义希望雨遮要缩小 相关单位考虑可能会冲击到780万 过去拥有雨遮平数权状的屋主 但说穿了是不是又绕回原点 吴敦义讲了个螃蟹和草神的故事 通常称重量的时候 螃蟹的重量还附加那一条绳子的重 绳子捆到又捆 又很粗的绳子 哇 结果螃蟹一斤 你那个绳子半斤 大家就觉得你很不公道 你显得是吃人嘛 吴敦义把雨遮比喻成草绳 但民众买房评数 依旧会算尽这片在室外的雨遮 就算有打折 但打几折没有硬性规定 民众有没有亏到心里有数 戴尔公司此前在台湾 由于网购标错价 而引发公司的诚信危机 现在又传出网购的价钱出错了 这次错的是苹果电脑 在台湾网络学生商店上 一款苹果桌上 迷你型计算机的8G内存 标价比原新的价格 便宜了2万多新台币 网友看了之后 纷纷下订单订购 可是苹果电脑的客服人员 却说只是标错了价格 将以email的方式告知消费者 要取消订单 或者是填补价差 连上苹果电脑商店网站 真的大惊喜 因为苹果桌上型的 迷你电脑记忆体 Mac mini 选8GB竟然比4GB还要便宜 4GB记忆体点一下 要价34,900元 但接着点8GB 竟然比4GB还要便宜 只有19,900块 和原价47,100元 比起来相差了27,200块 标题上打着Apple Store大促销 网友们群起欢呼 有人说快快快快下单 也指引苹果大打折是不是有问题啊 或说有卖掉 苹果一定赚 大家兴高采烈 但苹果电脑却给了这样的答案 我们Apple会通知他们 就是说去问他们需不需要继续 处理这个订单 我会跟他讲 这一个价格方面的错误 假如说他们可以取消 或如果他们要继续的话 他们要 就是要还多一点钱 就是添补那个费用 这个答案不是空欢喜一场吗 如果网友们坚持苹果电脑要负责 这时客服却说出这样的理由 为了要抓毒贩 嘉义县的警方真的是绞尽脑汁 有一对情侣原本住在台南市区 但是担心在市区贩毒太招摇 刻意躲到嘉义县农村 当地警方寻现埋伏 担心嫌犯发现 还刻意乔装成农夫 戴斗笠 穿袖套 拉拖板车 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埋伏 才顺利的逮到了毒贩情侣 穿的T恤九分裤 蓝白拖鞋 脖子上还要围着一条擦汗的毛巾 这就是警方埋伏时的装扮 为了要接近毒贩的住宅 远景尽力要把自己扮得很本土 其实他们的道具还有很多 你过来穿的造型的衣服 有时候用一台人力推车一种 还是用机车发一台衣服 原来这一队情侣毒贩原本是在台南地区活动 担心都会驱过于招摇 搬到嘉义的农村住 低调可以用暗号来交易 情侣党的生意真的做很大 整个他的行动电话要跟他查购的时候 想了四百多通 从昨天晚上到今天 情侣毒贩被带交易电话 还多达四百多通 警方寻现在多带两名毒虫 也让过去两个月下烈日 假扮农夫的辛苦 有了不错的气毒成绩 云林发生了一起火车撞轿车的意外 一台白色奔驰车来不及过平交道 前面的栅栏就放下来了 车子停在铁轨上进退两难 驾驶下车想办法脱困 这个时候一辆电联车直接撞上了轿车 而汽车上当时还有一名三岁的男童受到重伤 白色兵士轿车驾驶没看到前方平交道 号制已经在闪红灯继续往前开 结果前方栅栏突然降了下来 挡了巨路 驾驶一度想到车 但后面也被栅栏堵住 轿车停在铁轨上进退两难 驾驶只好下车 试图搬起前面的栅栏 终究又掉了下来 这时驾驶想到紧急按钮 但还来不及按 电联车就直接撞上轿车 电联车紧急刹车 滑行了一百多公尺才停住 而白色轿车被撞到冲出铁轨外 差点右冲进旁边民宅 有听到很大一声这样 超大声 超大声的 因为 经过强烈撞击 轿车左侧车体扭曲变形 安全气囊爆开 但坐在副驾驶座的三岁男童 林玉成一度没有生命迹象 送一急救后才又有了呼吸心跳 右侧的颜面骨 整个都睡掉了 所以轿车受过来 就已经没有 没有呼吸 没有心跳 好的各位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关注海峡舞报 大陆美女画家下达底台交流 童颜貌美成媒体焦点 如果能够睡觉的话 就是最好的包养 画漫画的人都比较宅吧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包养 第二十一届香港书展 吸引台湾书商踊跃参与 成文切寒寒的座谈会 成为关注焦点 消息内容稍后送上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新闻 大陆被称为美女漫画家的下达 这几天赴台 跟台湾的漫画家进行交流 除了带序杰出的画作 今年已经29岁的下达 一张娇美像少女的脸蛋 也成功吸引了台湾媒体的注意 记者们纷纷围绕着她 而她被问的最多的就是关于美容保养的话题 下达一席低胸小礼服流露出性感女人味 也像个小公主 大陆美少女漫画家来台第二天 早起参加交流行程 平常日夜颠倒的她少了点精神 却带了点朦胧美 我涂了防晒霜 还有眼睫毛 根本就是素颜嘛 靠近点看下达皮肤又白又细 真的像从漫画里走出来 29岁的童颜美肌 让人好奇有什么小撇步 如果能够睡觉的话 就是最好的包养 画漫画的人都比较宅吧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包养 已经29岁的下达气质脱俗 成就更不凡 是大陆第一位登上日本顶级杂志的漫画家 也被动漫迷惯上超萌美女 我们中国人是光你知道吗 最深感谢 我不小了我不小了 我画漫画已经画了十年了 柔弱却有所坚持讲话超小声 害羞是下达的一号表情 突然就是笑了 听说你喜欢打魔兽跟星际争霸 我觉得还是不要讨论这个话题了吧 毕竟作为一个作者来说 认真工作是最重要的 我现在已经不玩游戏了 对之前有了 以前有 说自己是宅女 也热爱台湾文化 首度来台的下达 想靠深刻画工 跟台湾漫画大师交流 倒是童颜美貌 抢机崩头 香港书展于7月21号至27号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 展出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500多家参展商的书刊 大会还邀请了90多位两岸三地的知名作家和读者 面对面的交流 其中台湾时事评论员陈文倩和刚入显时代影响力百人榜的青年作家 寒寒的座谈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与以往不同 今年的香港书展不单单只用纸张来展示 随着手机书和电子书的流行 今年的书展新增了电子书及数字出版专区 20多家电子厂商在这里展示最新的阅读科技 除此之外 本届香港书展还邀请了90多位著名作家到场与读者互动 而这其中也不乏台湾文化人士的身影 台湾著名实时评论员陈文倩就和大陆地产商潘石屹 谈起了贫穷与富有 对于财富和投资 陈文倩有自己的看法 我不投资房地产 为什么呢 因为我投资房地产 我赚钱太容易 所以我不可能像今天这里 我愿意拿得比一些东西 而另外一位作家的演讲会 主办单位要加开两个演讲厅 才能满足读者们的需要 他就是目前内地最具人气的韩潭 面对1800多位读者提出的各种雕钻问题 韩寒总能幽默地化解 本届香港书展将从7月21展出到27号 除了展示书籍 主办方还准备了250多项外展活动 期待大家参与 好的各位 今天中午的新闻就是这样了 东南卫视海峡星光 激情夏日2010暑期编播季 更多精彩内容 欢迎锁定东南卫视